今年全球唯一一次的日全食 如期在8号降临北美洲多个地区 百万美国人抓紧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追看现实版的科研大片 就在日夜交替的瞬间 民众激动欢呼 也有不少情侣选在这一天共结联礼 感谢上天赐给彼此一份美好的爱情 下来一起感受大自然的奥妙 观测日全食是北美地区的头等大事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民众 星期一全副武装 聚在一起观赏这个难得一见的天文景象 科学界也隆重其事 聚焦观察月球遮蔽太阳后 大地出现短暂的黑暗 会给地球生物带来怎样的变化和影响 当日时来到巅峰时刻 围观的民众难忍激动情绪 纷纷鼓掌 高声欢呼 这个罕见的大自然现象 成了人们心目中最难忘的集体记忆 有人不惜跨州追看日全食 也有不少情侣选在这一天步入婚姻殿堂 开启人生新篇章 而亥俄州就有超过20对新人 在见证天文奇景之际 共结连历 生活中有太多的美好瞬间 值得我们记住 虽然记忆会随着时间消失 但照片会帮助人们 把珍贵的记忆留存 供以后慢慢地回味 不过要把这个奇景捕捉下来 并不容易 日全食奇景 历时四分到四分半钟 观测范围达到四千公里 横跨美加墨三个国家 美国十五个州 加拿大和墨西哥太平洋 沿岸部分地区的三千多万民众 都可以观测到这个天文现象 马拉西社电视综合报道